大家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五,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溫時警方目前正調查市內的一宗凶殺案。 警方表示,一名路人在星期三晚上 與溫時洞區的一間廢棄房屋裡發現一具屍體。 事警表示,當晚10點左右接報 到達Wanfield街甲東白Avenue附近的空置物業。 今日記者到訪現場時, 警方仍封鎖了該路人一連串多間的空置房屋, 並在場設置了流動指揮中心。 有附近居民表示,該處幾間房屋已經空置多年, 附近也架起了圍欄,正等後重建。 雖然上面有消息確認,屍體是從哪一間房屋發現, 不過,記者留意到在場其中一間房屋有特別多警員出入, 並在屋裡搬出一些紙袋, 袋裡疑似栽著與案件相關的物品。 又住在附近的市民表示, 暫時都會遇到一些貌似精神狀態欠佳的人, 在那些空置房屋附近徘徊, 而最近也多了警察在該區巡邏。 對,有很多。 在開始時,我忘記了這個房屋, 我忘記了這個房屋, 他們正在檢查, 然後就… 然後… 它就升級了從那裡, 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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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裡。 温市警方表示, 這次是該市本年第九宗兇殺案, 警方目前尚未逮捕任何人, 案件仍然調查當中, 並呼籲任何有案件線索的市民, 可以致電6047172500, 聯繫温市警方兇案調查組。 永明聽力超隱形助聽器領先上市, 採用革新技術, 就算在嘈襲的環境, 都可以清晰聽到。 聽力專家, 黃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嚴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現在還有父親節限定優惠, 永明聽力, 就在列治文帝國中心, 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了。 Win市市長沈觀健昨天下午, 聯同多名市議員, 在華埠掌股館舉行記者會。 他宣布市府辦公室計劃會議首名 在加拿大出身的華人溫金柚的名字命名。 這項動議是由沈觀健和市議員周南聯合提出, 將在下週三在市議會討論。 年初溫市議會通過振興華埠行動計劃, 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在華埠增設市府衛星辦公室, 將在下月開始運作, 設於其化街112號,即華埠廣場地下。 沈觀健表示, 以溫金柚的名字命名市府設於華埠的新辦公室, 可以反映他對公共服務和溫市華人社區的不生奉獻。 溫金柚一身堅定的倡導精神為無數加拿大華裔鋪路。 溫金柚是溫哥華華人社區的結出歷史人物和開拓者, 終身為公眾服務。 他是目前已知首位在加拿大出身的華人, 亦被認為是唯一一個在亞裔被剝奪選舉權之前和之後都曾投票的華人。 分別是在1890年和1949年。 溫哥華樓花燕樓第一資訊, 街壁地產, Sutern Group, Wancouver First Realty, 現在香港還有Office Team, 我們提供最親切最專業的地產服務。 所以無論想投資收租或置業安居, 我們就在尖沙咀的新港中心。 快聯絡我, Ager, 我的電話是9163-8311, 9163-8311。 www.tccfestival.ca 溫島-Tofino一名男子被裁定非法殺害一隻母熊和幽熊。 事發於2021年10月, Wiremila被遭住在旁邊民宿的Thomas Funk, 目擊用十字弓和長弓射殺兩隻黑熊。 當時Thomas Funk在民宿中, 見到有一大一小的兩隻黑熊, 出現在一棵樹上大約5米高的地方。 之後Thomas Funk留意到住在旁邊的Wiremila, 回到屋拿了幾支箭出來。 他向較大的一隻熊射了一箭, 那隻熊在樹上跌下來。 他之後就走向已經倒下的黑熊, 再用十字弓向他射了一箭。 之後他再次拿起長弓, 向另一隻較小的熊射箭。 那隻熊中箭後受傷逃跑, 但Wiremila追上去又射多一箭。 Wiremila聲稱他是出於自衛而殺死這兩隻熊, 但裁判官Alexander Wolff駁回, 並認為Wiremila的供詞前後不一。 他表示有清楚的證據顯示Wiremila 是有意使用武力殘害, 傷害或殺死這兩隻熊。 而且絕對沒有試圖將造成的傷害減到最低。 Wiremila將會在9月接受判刑。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和15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有了它,以後看電視就不用開到那麼大聲。 優惠期有限,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治、混合治、 肝瘤、肝瘤、肝裂、肝瘤、肝瘤等。 創痴人陳國義院長的國義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 溫哥華明天6月24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日間情環相間,下午轉吹天晴, 氣溫最高21度,晚間天清,氣溫最低15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明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影片。 加航一班在這個月7日 由多倫多飛去聖約翰斯的航班, 在飛行途中,機上的副機長 突然間出現了未能執行飛行任務的情況。 幸好當時乘客裡有一位機長, 航班在這個機長的幫助下最終安全著陸。 你說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很危險? 如果當時飛機上沒有做過機長的乘客, 那效果會是怎樣呢? 加航不保持他們一貫有事就不說話的做法, 所以仍然被對這件事件作出評論。 加拿大運輸安全局就說, 這件事已經被列為五級事件, 意味著不需要進行全面的調查, 認為也不可能在這件事上吸收到新的安全教訓 來促進運輸安全。 民宿安全局說, 這班是AC692班機, 事發時乘客裡有一個機長, 他立即承擔起機組人員的職責, 並且協助飛機著陸, 所以沒有發生進一步的事件。 航機在聖約翰斯降落後, 緊急救援人員也在登機口待命。 目前不清楚這位副機長在航機飛行中, 為什麼會突然間未能執行飛行任務。 民宿安全局網站說, 事件已經被列為五級, 無需進行全面的調查, 而有關的數據會在適當的範圍內記錄, 以供未來可能的安全分析、 統計報告或全黨之用。 對於副機長突然間變成未能執行飛行任務, 會引致什麼後果呢? 做乘客的要不要害怕呢? 而所謂五級事件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530, 現在請來一位教授飛行的導師, 為大家講解一下。 這段新聞其實是給大家認識了兩個航空界的專有名詞, 第一個是Pilot Incapacitation, 另一個是Death Head, 所謂Pilot Incapacitation就是 機師未能執行任務, 其實原因有很多的, 有看過《衝箱雲燒》, 都記得有一集, 吳鎮宇是幫乘客搬行李的時候, 被一個行李突破, 他手瘀了, 飛不到, 他便是機師未能執行任務, 屬於所謂Pilot Incapacitation, 一般在飛機裏面有兩個飛機師, 所以每一個飛機師都可以獨立處理到起飛, 巡航和降落, 所以就算是有一個機師, 是突然間未能執行職務, 其實影響都不會是很大的, 當然, 因為一般都是兩個人做的事情, 現在一個人做, 要處理飛行, 要處理這個無線電, 要處理導航, 工作量是會增加的, 但是隨時之外, 每一個機師在每六個月, 甚至在每一段時間, 某一段時間都會在模擬機裏做一個測試, 要合格了才可以執行飛行任務, 這些機師未能執行職務的情況, 都會在校合之內, 所以在飛行安全的角度來說, 是絕對沒有一個影響的, 另一個名詞就是Death Head, 其實是中文搭順風機的意思, 就是有可能機組人員, 他本來不是在這個機場上班的, 他是在第二個機場, 或者是第二個城市, 他就要搭飛機去指定出發地的機場上班, 很多時候都是坐自己航空公司的飛機過去的, 這個名詞就是Death Head, 剛好在這班機裡面, 是有個機場, 是剛剛坐著順風機去開工, 這樣就可以順利成章, 可以協助這位本來要幫忙的機場, 可以做一些導航, 做一些Air Traffic Control的工作, 也減輕以為機場的工作量, 加拿大運輸安全局, 對調查航空的事件, 是有六級制度的, 最嚴重的是第一級, 最不嚴重的是六級, 第五級的意思, 其實只是發生了一個事件, 他們會調查, 但調查出來的結果, 未必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因為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經知道, 但是會因為航空的安全, 會進行調查, 但也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新發現。 多士警方拘捕一名29歲華裔青年, 並控以性侵犯罪名, 警方相信還有更多的受害人, 現在呼籲他們主動與警方聯絡。 警方於今年4月28日上午7時42分接報, 指男子涉嫌相約一名 適合的女子到自己家, 女子之後報稱被性侵犯。 警方隨後趕道教堂街 夾Charles III S一帶調查, 女子在前一天, 與這名華裔青年在公園見面, 期間男子再邀女子到自己家, 女子之後報稱遭到性侵犯。 之後男子開車將女子送回家。 警方經過調查後, 檢控29歲的李黃一項性侵犯罪名, 並相信會有更多的受害人, 因此發佈他的清晰照片, 呼籲其他受害人主動與警方聯絡。 鐵特尼號沉船觀光潛艇泰坦號, 在海中內爆, 引致五人磊爛的意外, 現在還有很多後續的問題。 其中包括, 這五個乘客在下艇之前, 都簽了免責協議, 即是所謂生死狀, 意味著國安天命出事沒得賠。 一位在2022年7月, 曾經參加過Ocean Gate旅行的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說, 當時他簽署的免責協議書, 只是在第一頁, 就有三次提到你會死的可能性。 今次五個乘客每人付了25萬美元的旅行費, 出浪之前, 他們都要簽署免責協議書。 那是不是五個死者, 現在都紛紛沒得賠呢? Ocean Gate旅行對這件事, 沒有立刻回應。 但是, 路透社就分析, 免責協議不是鐵律, 如果存在未能完全披露重大過失, 或者危害的證據下, 法官是可以拒絕豁免的。 人身傷害律師兼海事發專家馬修就說, 如果這艘遊艇的設計, 或者是有信息表明, 它是不適合這次潛水活動的, 而這間公司又明知故犯那樣, 仍然去營運, 那就絕對是違背了免責的有效性。 至於泰坦號, 是有危險還是沒有危險呢? 根據這間公司, 向負責監督泰坦號的佛羅里達州 美國地方法院提交的信件, 2021年和2022年最少, 有46人曾經坐過Ocean Gate的潛艇, 成功去過鐵達利號沉船的地點。 但是, 一個前公司員工和前乘客, 都對潛艇的安全提出了質疑。 奧信記前海事營運總監, 諾奇·李奇在2018年就說過, 這間公司為了確保船體健全性 而設計的方法是不夠安全的, 它會令乘客面對危險。 但是之後, 諾奇·李奇就被人解僱了。 曾經在兩年前, 作為第一批遊客的德國退休商人, 亞瑟·諾伊布爾, 形容當年自己好像去自殺一樣。 他說, 你想想, 一條幾米長的金屬管, 上面鋪了一塊金屬板做地板, 你連跪低都不行, 每個人都要坐得很貼近, 又或者甚至要坐在對方的上面。 為了解決電池和平衡配重的問題, 當日的行程延長去到十個半小時。 其中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是在接近黑暗的情況下進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要省電。 港鐵宣布, 為迎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6週年, 將會於7月1日, 秋長送出7萬1千份免費本地車票, 及26張全年免費車票。 秋長活動將於當日, 透過MTR Mobile手機應用程式進行。 詳情會於6月24日, 在MTR Mobile公布。 另外, 輕貼和相關港鐵巴士服務, 不包括東鐵線範圍的接駁巴士, 7日當日, 亦會全日免費。 乘客於當日進出輕貼站, 或登上港鐵巴士時, 無需拍卡或付車費。 在7日回歸26週年, 越來越近之際。 今天下午3點多, 警方接報指西區警署對開德庫道西, 西邊街電車站, 亦是中聯辦附近, 有三塊廣告牌被人塗鴉。 警員到場調查, 事後廣告牌被人用黑色膠袋遮住, 暫時未有人被捕, 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處理。 他了解, 三塊廣告牌分別被人噴上了陳、毒、瘦三個字。 現場所見, 三塊廣告牌都是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製作, 上面寫著, 一國是根, 根深才能接茂, 一國是本, 本顧才能知榮等字句。 事後, 西區警署旁邊拍了好多警車, 包括了PTU戰術巴士, 附近中聯辦也有警員站崗。 今日的新聞在此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